我们来看个视频 画面放的什么是乌鸦 掉下那么多的乌鸦 掉下了很多的乌鸦 掉下了很多的乌鸦 这个视频是最近出现的 最近出现的 好像有的乌鸦掉在地上显示死掉了 还有 我看看这个画面出来没死了好多乌鸦 对在这里地上还死了好多乌鸦 当然 我视频当中在其他视频当中也看到类似的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 同一个事 我只为呢 我就不放 把其他的不放上来 免得是不同的事 我要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原因 和解解放了 一个大飞鸦在天上转 大飞鸦在天上转 天上转的时刻 天上转的时刻 形成大的气流 形成大的气流 就把那些 路过那个地方的乌鸦 全部在气流里边 就像我们在起一句转的时刻 就形成了一个漩涡 一个漩涡 那个乌鸦就在这个漩涡边上的 尤其在漩涡边上就出不去了 那个漩涡的边界 边界上面 只有卷进来的 没有跑出去的 只有卷进来的 没有跑出去的 这样的话 这个飞鸦在旋转的 跑的过程当中 跑的过程当中 越跑越多 卷进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下面 命名杂杂都是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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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走到一个地方一个 走到一个地方一个 突然那个飞鸦就停下来了 就像一个接刹车 突然停下来了 突然停下来了 就像一个洗衣机一样的 突然就不转了 它这个不转还同 还同我们那个洗衣机不一样 洗衣机还有一个 慢慢转的过程 那个飞鸦有个特点 它说停就停 说转就转 啪一下子就进去 那边的这个下面的玄武 没有动力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 啪突然也就不转了 就像那样 突然不转了 以后 那个刚才一直在转 一直在里面转 一直在里面转 突然停止以后 那个乌鸦 再往下掉 往下掉的 那乌鸦是什么一个情况 往下掉呢 就仰天 或者车到身体 或者那个 就没有办法正常飞行的 因为在玄武里面转的 转的过程当中 它的体位变了 就不是正常飞行的体位 就像锅里面炒东西的时刻 什么方向都有的 不可能是站在这方向的 然后突然一下 这方向掉的时候 假如说 掉的过程当中 还没翻过身来的 但砸到地上 就晒死了 没有晒死了 因为在那乌鸦 在往下掉的过程中 眼看进去地面的时候 它翻过身来 翅膀伸起来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不会死了 即使还有力量往下掉的话 只要翅膀一伸出来的话 翅膀一伸出来的话 那有个力量 就是 有空气阻碍的话 就减缓了它 让地上砸的 砸的过程 基本上就是说 在离地面还有一米的情况 只要那个翅膀 能伸得起来的话 就不会死 然后 再继续在往下掉的时候 只要翅膀伸出来的 你地面还有一米的 基本上能气势回身 就是我说气势回身 谁想没事 就没占过地 然后一下子就飞走了 一下子就飞走了 原来那个地方 是有个大飞鸟飞过来 有个大飞鸟飞过来 在气流里面 卷了好多好多的乌鸦 就像在那些洗衣机里面 我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